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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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各位好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謝謝 謝謝 後面的學員 後面的學員可以坐頭前的嗎 大家集中一下 待會才不會倒楣好嗎 不然大家吃飯我怕大家倒楣 我先做一個挑戰 在中的學員聽不到台語的請客手 台語聽不懂的請舉手 完全聽不懂嗎 完全啊 我要知道有多少位 因為 我是不是必須要用華語講 還是我想要用台語講 那真的聽不懂的話請你們舉手 真的完全聽不懂的 就一位兩位以上 三個喔 三個同學喔 不到十個 不到十個 如果我講台語的話 你們完全聽不懂嗎 然後再加上日文的話 可能都這一節課 可能就是要開始要打瞌睡了 是不是 那所以我還是用華語說好了 因為 那聽不懂華語的 聽不懂華語的請客手 聽不懂 聽不懂 唉唷 完全都聽不懂嗎 完全聽不懂 全部日本語的 大丈夫ですか 這樣很為難 不知道要說什麼比較好 不然都說日文好了 這樣就 大家都聽不懂 這樣好不好 都聽不懂 這樣啦齁 好 好 好 我再做一下調查 在座的同學 有學過日文的請舉手 程度不錯 然後會講 可以跟日本人溝通的請舉手 沒有 然後只會阿姨有的喔嗎 對喔 好 那還是少數了 所以今天因為是日文課 那我們民政府安排了一堂日文課 就是說讓我來教大家講日語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的地位 現在是什麼 是屬於什麼 日俗美戰 所以將來我們台灣民政府如果執政之後 我们应该会把台语 收纳为我们的官方语言 台语一定是我们的官方的故言 因为我们是日暑 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也要教日文 至少就是简单的 让大家可以朗朗上口这样子 然后将来有一天 如果说我们跟日本这边有结合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个这个什么 台湾总督府 日本那边愿意派总督过来 然后让我们台湾有总督府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是说 日语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官方语言 是不是 好 接下来英语是一个国际化的语言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既然是日暑美战 所以我们应该日语跟英语也都会讲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就会有哪几种语言 台语有这个日语 还有英语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法语 我相信大家都也一定可以说 所以后次 不要说我们这台 我们的后台 哪准会说四种语言 你感觉好吗 好 很好的对吧 我住在加拿大 加拿大是说英语的国家 不过我去那个所在是在当兵 最当兵叫做蒙区 魁北克省 魁北克省呢 它是一个话语区 所以住在那些人都要想 不要说两种语言 就是你可以说英文 又要可以说法语 这样你这找有头罗 你如果法语不能说 你找没头罗 英语不能说你也找没头罗 所以说 一个人 如果可以说 比较多种语言的时候 你的这个 磨生的能力 就会比较强 去到哪里都可以 都可以磨生 我又住过日本 又住过意大利 又住过加拿大 虽然我英文是 说得普通而已 因为我 我年轻的时候 在日本 我在日本 留学过 我学的是服装设计 在日本住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可是回来台湾之后 我的公司是中日合作公司 我两个老板 一个不会讲日文 一个不会讲华语 所以我必须要从早到晚 我都要帮他们做翻译 做了16年 所以我的日语 就是这样子磨练出来的 所以我就用我的日语 就可以走遍天下 我去意大利住了一年 我也是用日语 我就可以在那边生活了 然后再加着一些英文 在那边学了一点点的意大利文 然后就这样子 我就可以在那里生活了 所以说语言能力越强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相信各位一定都 颇有同感 要不然为什么 你要送你的小孩 送孙子去学 现在很多都是 都是那个双语的 那个什么幼稚园 也有双语的小学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小 就开始学其他的语言 那日语呢 如果日语当然在台湾是 老一辈的人 就是比较会讲日语 受过日本教育的 那我们年轻的一辈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把日语学好的话 我相信对你的将来一定很有帮助 那今天我们短短的50分钟的课 说真的 没有办法学很多 但是我会给大家一个image 一个印象 一个感觉 就是说 日本到底是怎么说 然后我还会教大家 就是说 这个 普通的 这个挨拶 就是简单的打招呼的话语 我们可以在家里 日常生活当中去运用 那你如果在家里 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家人 就 早安 好像这个时尊 日本饭 所以说 早安 早上11点以前都可以讲 那11点到大概下午5点左右 就讲 那5点以后就开始讲 这些很简单的话语 应该对台湾人来讲都是 曾经听过的话 因为这么简单的日本话 大家应该都听过 然后呢 如果你能够在家里这样子 每天练习的话 我相信以后 你去日本 或者是你有日本友人 你跟他做个简单的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绝对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从这个R1 5尾欧 开始来教各位 会念R1 5尾欧的 50音的请举手 会念的请举手 1 2 3 4 5 5 6 7 没有超过10个 但是我还是要从头教 好吗 那我还是来带 我念一个 然后大家一起来念 好不好 日语的花音 一共有50音 叫做50音 50音 然后呢 它有分为平甲名跟片甲名 那这个是他在写的时候 日文的写法就是说 他平常写的是用平甲名比较多 叫做苗子 那片甲名是 因为日本现在有很多外来语 就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叫做外来语 外来语 外来语的时候 他们就很多都会用到这个片甲名 这样子 那花音呢 就是说我们有用这样的一个英文字母 来协助大家 你回家你也可以自己念 好吗 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说 大概这个音应该是怎么花 好不好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来学 好不好 这个叫做 阿 伊 乌 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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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样子看这个花音 你们念得出来吗 来 你们念一遍看看 很好啊 大家看这个就会念了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 来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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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这个花音 来念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请举手 看花音 然后这样子念 有问题吗 好 都没有 因为你们也都有讲义 对不对 回家都可以自己练习 好 下一页 来 NANI NUNE NO NANI NUNE NO HAHI HUHE HO HAHI MUHE HO MAMI MU ME MO YAYU YO YAYU YO 這個為什麼中間這兩個跳過去不唸 因為這個Y跟A 這個在前面第一行就有了 就重複了 所以我們就唸YAYU YO就好了 好嗎 好來下一頁 來 LALI RULE RO LALI RULE RO HAHO HAHO 這中間這三個字也是一樣 在前面第一行就有了 來再來幾個 HAHO 這個就唸HAHO 這樣有問題嗎 要不要再唸一遍 要 好來 在第一頁來開始 來 我讓你們唸好嗎 我不要唸你們來唸好嗎 來 HAHI MUH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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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彤雏的 仁彤雛的 仁彤雏的 誒很好欸 哇 大家都會唸啊 還有不會唸的請舉手 不必念的請舉手 誒 那位是同學是同學呢 那我怎麼手上的 不然你唸看看,然後你唸不對的話,我來去剩下 好嗎? 要怎麼去? 來啦,你唸看看 來,畢業 你唸看看,你唸我幫你剪 好嗎? 好 好 好,阿,卡 好,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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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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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3 3 4 4 3 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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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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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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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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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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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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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在中央等会有学习的 那也不错 还是还记得 还是记得 再征求一位 起来念好吗 因为我要知道 确定你们是不是真的会念 不然我跳过去了 你们回家还是不会念 怎么办 来 有没有人自愿的 自愿的 自愿上来念 好吗 不然我点名 请这位大哥好吗 你 你 没关系 你如果没听 我就把你修正 对吗 这样你就 印象比较切 来 来 打字幕志愿 媽咪姆美姆 亞 優 阿 亞 優 阿 對 來 拉 拉 優 拉 拉 妮 拉 妮 拉 妮 妤 拉 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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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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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唸一遍 來 再一遍 來 再一遍 來 再一遍 給她鼓掌一下 好嗎 今天第一次學就可以唸這樣子 真的很不錯 所以呢 其實日文不難學 你只要把50音學會了 以後這些音你就看著 然後就照拼就對了 好嗎 還有沒有人想要再學的 你站起來你就印象很深 真的 你站起來 你念一次 你就終身難忘 好 請說 你以前學什麼 那也可以啦 瓦里爐爐爐也可以啦 對對對 也有人念瓦里爐爐 瓦里爐爐 對對對 都可以啦 只是日文 他在花音的時候 他整串字在講的時候 他會有高低音 他會有高低音 對對對 他會有高低音 50音沒有關係啦 50音沒有關係 好 那50音 我可不可以跳過去啦 好 好 那下一個章節好不好 這裡就叫做 阿伊沙子 就是阿伊沙子 什麼叫做阿伊沙子 打招呼 就是我們華製說打招呼 打招呼啦 日本人跟我們台灣人 因為我們台灣人受過日本教友 所以我們會學到他們日本人的 很好勵 像我們台灣人說吃飽味 這個是我們很喜歡問的一句話語 吃飽味就是打招呼的話對不對 可是日本人不會問說 五行食べました 他們不會這樣子問 我們吃飽味就叫做五行食べました 叫做吃飽味的意思 可是日本人不會這麼問 日本人碰面的時候都會講什麼 從這裡開始 就是從早到晚好不好 好這個就是 空你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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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你集我什麼意思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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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好像比較少在說 早安 午安 晚安 好像比較少這樣說 都說 欸 你好嗎 吃飽味 都是這樣子講 來 空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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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曼我什麼意思 晚安 晚安 來 再來 おやすみ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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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晚安 晚安 就是 就是睡安 就是要睡覺以前的打招呼 我們都說晚安晚安 但是日本人還有分晚安 然後還有就是說 要睡覺之前的打招呼叫 おやすみなさい 那如果說 我 我跟你講 おやすみなさい 那你可以回我 おやすみ 這樣子就好了 就是兩個人簡單的對話 我講 おやすみなさい 那你可以回答 おやすみ 這樣子就比較簡單 所以 回家 所以呢 回家可以跟家人 來練習 好嗎 來 さような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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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會了嗎 我教下一個單元 等一下 全部講完了 再請大家來練習 好不好 來 再來就是講 Arigatou gozaimas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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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這句話也是常常聽到 謝謝 來 Dou itashimashite Dou itashimashite 整個連起來念 Dou itashimashite Dou itashimashite 這句話什麼意思 不客氣 不客氣 人家跟妳說 Arigatou gozaimasu 妳就回答 Dou itashimashite 這樣會嗎 不客氣 好 來 再來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 嗯 還有個嗯的音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對 在這個 美的地方要畫一個鼻音 叫 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ごめんなさい 對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好 好 這兩個什麼意思 好 我們 我們 法律 對不起 有兩種意思 譬如說 我要 我說 我要過路 我要過路 然後就是說 請借過 抱歉 抱歉 照過一個 那 日文就會講 すみません 就 抱歉 抱歉 然後呢 ごめんなさい 是我做錯事情的時候 我要跟人家道歉 這個是正式的道歉 叫做 ごめんなさい 譬如說 我做錯事情了 然後我就說 ごめんなさい 這樣子 要跟人家鞠躬對不起 好 所以這兩個是有不同的 這個用法 好 雖然說 都是叫做 對不起 可是用法是不一樣的 這個叫做 借過 或是說 我們說 抱歉 這句 比借我一下 或者說 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這個叫做 すみません 那 做錯事情 要道歉的時候 要講 ごめんなさい 好 這樣子 了解嗎 すみ 他這是要整句的 叫做 すみません 就是 對不起 沒有 日本人不是一個單字 就是一個意思 他不是這樣 他是這樣 叫做 一個 一個字 這樣就是一個單字 叫做 すみません 就是對不起 他不是這樣 他不是說 是 有一個意思 阿咪有一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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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這樣 你本位是要倒起來才有意思 好 對 有的比較長一點 阿咪沒有聽起來 譬如說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 那我們就是講 謝謝而已 阿咪怎麼去猜 不能猜 對不對 你怎麼不能說 ありがとう就是謝 ございます 又是謝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樣 日文跟法語是不一樣的 跟中文不一樣 來 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這什麼意思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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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我剛才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會講說 ロロ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說 拜託 請多多指教 這樣子 請多多指教 就是拜託的意思 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拜託 請多多指教 這樣 お願いします 再來一遍 好嗎 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阿咪と ございます 哦 餅と ございます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すみません ごめんなさい 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英文講說 please 這樣子的意思 來 ITE KIMASU 你們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子 子是小的 然後也有那個子是大的 這邊哪裡有子是大的 這裡就有一個大的子 等一下我會教你們怎麼唸 但這個子變小的時候就不發音了 它等於叫做觸音 就叫做ITE KIMASU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KO 本來是唸KO對不對 可是有兩點變成唸濁音叫做GO 日文會有促音濁音 還會有一些簡單的變化 但是今天我們不要教這麼複雜 你們會搞不清楚 所以我只要帶你們就說怎麼唸就好 最基本的50音先學會這樣好嗎 好來這裡就是唸ITE KIMASU ITE KIMASU ITE KIMASU什麼意思 知道的請舉手 不是 ITE KIMASU就是說 小朋友然後要出門的時候 就會跟媽媽講說 ITE KIMASU就是說 我要出門了這樣子 那媽媽要回答什麼呢 媽媽要回答 ITE KIMASU ITE KIMASU ITE KIMASU什麼意思 一路順風啦 出門平安啦這樣子 所以日本人很有禮貌就是說 他不管是出門回家都會打招呼 現在我們台灣人好像 這樣的禮貌好像越來越少了 現在小孩子出門也不講的 然後回家 那什麼時候回來都不知道 像我去我姐姐家 他們家就是那種透天的 然後因為他們家有兩個門 因為他們是三坡地 所以前門在一樓 後門在二樓 他說我回來了 我說你回來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說台灣人的教育就是 這一點我們都沒有做好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教小孩子 如果說像日本人這樣子 你會講 這裡就會講 TALA IMA 就是說我回來了 小朋友如果回家 能夠跟媽媽講說 媽媽我回家了 TALA IMA 你看日本的漫畫卡通 他一定會這樣子講 小朋友回家一定會講 TALA IMA 然後媽媽就要回答什麼 おかえりなさい おかえりなさい 就說你回來了 你平安回家了 就是要有互動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家人就會有所互動 然後感情是不是就會越來越好 如果說出門也不講 回家也不講 那家長都不曉得說 小朋友到底是什麼時候出去 什麼時候回來 然後一路上是不是有平安 都不知道 現在的家庭教育 我覺得好像真的是 滿失敗的 我是覺得我們台灣人家庭教育 真的是要加強 尤其是講台語 講台語 我來問一下各位 不會講台語是誰的責任 認為是老師學校的責任的請舉手 認為是家長的責任的請舉手 好 可是你們都認為是自己的責任 可是你們在家裡有沒有在教育小孩講台語呢 有嗎 真的喔 那你們這一班還不錯 我教過別班 有的告訴我說 那是學校老師的責任 是嗎 我感覺語言 其實小孩子學語言很快 今天一個小朋友 你把他丟到美國去 他完全不會講英文 可是你丟過去 我告訴你不出三個月 他英文就已經朗朗上口了 而且他都可以跟小朋友玩在一起 因為小朋友在學語言是相當的快 他的腦筋他容量 還有很多空間 他可以塞進很多東西 尤其是語言你越小教他 他記得越清楚 那現在的家長 我這一代還好 那如果像 因為我是46年次的 然後如果說再年輕一點的 他從小他就 我們以前小時候在學校 講台語是會被划錢的 划錢 有哪幾位 是在學校講台語會被划錢的 我們這一班同學都 這個年齡都知道是幾歲 真的以前是講台語會被划錢 我們就說以後講華語就要划錢 在我們民政府 你不可以講什麼講國語 講國語這個 我們秘書長要划你錢 那不是我們的國語 你知道嗎 那是叫做法語 那不是國語 不是我們的國語 所以你不可以講說 你會不會講國語 不是這樣子 你會不會講華語 台語 其實是小孩子很小的時候 你要是每天都跟他講 你就不管他聽不聽得懂 你每天就跟他講台語 你每天跟他講 跟他講話 我跟他講話 他就能跟他說台語 那法語 你都不用學校 那去學校 不用兩天 他跟小朋友他就能講 幹嘛在家裡浪費時間 跟他講華語 那台語這麼不好 對不對 華語還有課本 教科書可以遵循 我們現在的台語說真的 台語在台灣 台語也分成很多派 那分成很多派的情況之下 學校我是聽說現在也有教台語 但是教的不多 那個課數很少 沒有一個標準的教科書遵循之下 你不用日常生活當中 這樣的一個對話 來教小朋友講台語的話 他絕對不會講 所以現在的小朋友說台語 都說得哩哩哩哩哩 不然就是台語跟你講華語 這樣說 聽也許還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在家裡 爸爸媽媽有在講的話 他也許都還聽得懂 可是你要叫他開口講的話 有時候他真的講不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在家裡 教育小孩子 從小 我們家是這樣子的 小朋友跟我們講華語 我說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他說不然怎麼說 我說我就教他 講一遍 我講一遍 你講一遍 記得說一次 所以他如果說華語都說 我聽不懂 你說台語 他就會想盡辦法 就講台語給你聽 他如果要跟你要東西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去想說他要的這個東西怎麼說 他講正確了你才給他東西 他沒有講正確你就不要給他東西 小孩子這樣子是不是自然而然他就會學會講台語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家長的就是想辦法 我如何來教我的小朋友講台語 日語也是一樣 如果你從小 比如說像這些簡單的 在家裡你都從小可以跟小朋友講說 以後聽習慣了 他自然而然就會跟你 好日語 好日語 對不對 所以這種很簡單的會話 我希望大家今天這個 上了這50分鐘之後 都能夠學會 然後回去呢 教你們的孫子也好 教你們的兒女也好 好像 像是 我們的理義跟我們的台語 都做那個格格就對了 你兩人 男人做那個講 他有一天他絕對聽話 就算他剛開始他聽不懂 他跟你說你是在講什麼 聽到沒有 你就不要吵他一直去講 講到有一天他就知道你在講什麼 他就可以跟你對話了 語言是這樣子的 語言是很生活化的 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就可以去catch到 就可以去吸收到 你自然你就會這樣講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回去 學了日文不要把它忘記好嗎 回去就是要好好練習講 練習講 那你才不會忘記 今天是初級班對不對 下一次的高級班 我會教更多 你們想不想學 想不想學 想的話 那等一下就要去報名了 好嗎 等一下高級班 你們可以先拿那個報名表 先去填 然後下次再來上高級班的時候 我就可以教你們更多好嗎 好 好 來 再來 好這個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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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科學一下 什麼叫做出發 出發 我剛才說整部 現在又讓你們 複習一下出發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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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念da 這個念la 這個就是著音了 所以念法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叫做いただきます 來 どうぞ 什麼叫做いただきます 有沒有人知道 いただきます 對 開動了 我們華裔說開動了 吃飯 日本人很有禮貌 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然後要吃飯的時候 還沒有講いただきます是沒有人會去動筷子的 就是大家都做好了 然後就開始講いただきます 每個人都會喊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筷子拿起來才開始吃菜吃飯 這是我們台灣人好像沒有這個習慣 其實我們台灣人有人說開動了 這樣子其實講開動了也可以 講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呢 ろぞ ろぞ什麼意思 請 就是說好請慢用 我們會說請慢用就是ろぞ 就是要有這樣的對話嘛 那這樣子才會有互動嘛 那這樣子才會有互動嘛 那不然吃飯 你吃你的我吃了我 在 在 拿起來就開始吃了 都沒說話 那這樣子這一餐吃下來不是很沒味道嗎 對不對 好 來 下來 好 5GSO SAMA â yüz 5GSO 3MA レシュタ ぁ 這句什麼意思 谢谢你丰盛的招待 我要吃饱了 就是你这档吃青草 叫做五基所三摩列士大 来 再来念一次 这句比较长所以大家都念都没你们回答 来 五基所三摩列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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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念吗 来 你们念一次来 比较长一点 但是很简单你只要背下来的话就很好用 来 如果人家跟你讲说 五基所三摩列士大 然后你要回答什么 人家跟你讲谢谢你丰盛的招待 那我们就要回答说 哦 说 妈 字 三摩列士大 好来 慢慢来 哦 说 妈 字 三摩列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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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用客气 别客气啦 人家去洗桌子的时候 你就说 没有啦 没有啦 哦 家常变换啦 哦 简单的饭菜 没有什么丰盛的招待你这样子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日本人就会把它弄成这样 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讲 漏漏断 吃到 说到一堆 但是日本人就很简单就是这样 几句吃饭的时候简单的用语 就是这几句 Itadakimasu 就是开动了 吃饭了 劳劳 请请 请用 请用 这样子 来 五十三摩列士大 吃饭的时候就说 谢谢你丰盛的招待 然后呢 那主人就要讲 哦 松松三摩列士大 说 没有啦 没有啦 出茶淡饭 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这样子 就这个意思 好吗 这样子会吗 会不会 我们要不要再念一遍 要 来 这要怎么念 挨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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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沙子就是打招呼 挨沙子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注音 好吗 用你自己看有的方向 你自己去注音 你就知道怎么念 这样好吗 来 在江沙子的语言 我来了全呃是说 会讨论 寺acy ho denoteいします 行ってきます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tada ima o arkadaşlar いただきます 能增 御寺所様でした お相松様でした 我现在挑四组 四组人 四组同学上来演练一下 有没有人 谁自愿的要上来练习 ABCD四组 你挑你觉得你比较有把握的 看你要练习哪一组 A组的请举手 有人想上来练习A组的请举手 这个有练习你就记忆会很深刻 你回家就不会忘记 好吗 有没有人要上来练习的 没有的话我可不可以挑 好吗 要勇敢一点 上来的话你会记忆比较深刻 前面这位先生 这位童心好吗 来 然后再一位 再一位 联夫人来 起立上来 来跟这位童心来 我们来演练一下好吗 那个麦克风 这位先生你就练前面这一段好不好 然后那个联夫人就练后面这一句 那就是你们两个就互相打招呼 好吗 要不然要不要讲 因为这个是打招呼 所以他跟你讲 哦还有个东西 你也回答哦还有个东西 就是两个人都重复讲 讲好吗 来等一下这一支 我们两个就当成是朋友 认识啦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影片不见了 那我们就 没关系好 继续讲 拿你的讲迷 接下来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ばんは おやすみ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很好啊 很好很好 这样 这你的对对对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好 很有勇气 来 接下来 我们的powerpoint怎么不见了 没关系 带着你自己的讲义好吗 好 我征求V组的 在讲V的 讲谢谢 谢谢 不客气这个 然后对不起 抱歉 来 有哪一位 哪一位 来 这个 好吗 讲一下 来 快点 要不然我们剩下10分钟 要下课了 来 来 这位大哥好吗 这位大哥 我知道你会讲 你会讲 你会讲 你要终点 也要终点 第二栋 我要请一个人 来跟你 跟你对话 这样好吗 来来来来 哪一位 这位大姐 好吗 这位童心 来来 两个人出来 出来外面 好吗 来 你们两个来对话 好吗 来来来来来 我tes 他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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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你看有出來練習的話是不是你回家就不會忘記了對不對 再來我爭取西醫組的同學好嗎 西醫組 要出門的時候怎麼講 來 不然這位大姐來你出來講來 你們兩位好了好不好 你們兩位 欸啦你也能說我知道啦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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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來 沒關係啦沒有人說我會跟你教 這樣你就學那些啦好嗎 來來啦 來來這位大姐來來 來這位童心 注意也沒關係啊 拍手拍手拍手 來啦不用客氣 講不對了我還可以糾正你 這樣子你學的更多對不對 來來來 然後那你就 你就當成你要出門的好不好 然後你是媽媽在家裡 對 好不好 一帝来来 你女兒跟你說他要出門啊 你怎麼說 一帝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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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今 他回家 你會說什麼 おかえり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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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在對調 讓你說一帝来 一帝来来 一帝來來 他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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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かえり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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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子是不是很好 有出來練習啊對不對 你才不會忘記啊 再來我要爭取 西族的同學 西... 低族 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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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會 如果不會念的話 我就 我就會教你們 好嗎 來來來 我要徵求一下 來快點 來 這位同學好嗎 沒關係啊練習啊 練習練習 好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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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同學 沒什麼可以念 看不出什麼 沒什麼可以念 好 這麼客氣 來年輕人 來 來上來上來 練習練習 練習 來 來來來 我們組長 兩位出來 兩位出來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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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那這位同學 你念前面的 然後你講後面的 好 你講說 要開飯了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どうぞ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でした 對話 對話 來 終わり進行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どうぞ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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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謝謝 謝謝 好 都太客氣了 講得那麼小聲 應該要再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講 效果會更好 好 不錯 我們爭取了八位同學 出來講了這些 好 那我們剩下五分鐘 我想教大家 來 下一頁 下一頁 中國姓氏 好 來 請大家認識一下 你自己的姓怎麼念 好嗎 有沒有你的姓沒有在這裡面的 我們有三頁 我們有三頁 好 那 那個 我帶大家念一遍 那等一下 如果說你的姓氏沒有在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來問我 我告訴你怎麼念好嗎 好 來 來姓丁的就叫 然後 姓魚的叫 姓王叫 這個我們常常看見 姓王的 好 姓王我們常常看 姓孔的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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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我就是姓這個啦 無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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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蟲 power 吸 吸 修 好 號 叫作修讚 好 來 少就是 熟 甚 シ 俗 我不 鱁 流 氯 陵 in, do, ba, rio, kaku 这姓郭姓徐耶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Kaku, kyo san, ko, ko, rio, ren 我们在场的就有位怜夫人 就姓 ren, ren Ko,姓黄的也蛮多的 就是kosan Ko, so,姓蒸的也不少 So, te, do 好,下一页 Ko, den, haku, kyo ku Ko, shu, zen, nin So, jin, do Ko, u, yo, li, li, li san, li san就很好念 Rio, raku, mo, lin 这个lin,很多人小念的 日本語的人说hayashi san hayashi, kak san, kak 这个歌, ki, kyo,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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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ka, yen, ko 这个歌也有人说, ko san 然后ju san, seci, ju san, si san, sion san, sion san, sai, so, chou, chou, sei down 很多, chou san, seitan de jin san, do, mai, han, liku, hu, hu, ho, yu 我们这一棟大楼水月圆的老板就姓姝 就叫约上 那友人就直接叫澳空 日本人也是说澳空 来 嗡 肝 肝 肆 肃 下一个 肆 洗 Amy 也没净 肆双 尾 脖 鱼 洗 胡 糗 借 あの 又 uko 六 修 雷 露 煙 煎 莫苦 来 露 下山也很多 这应该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来 K字 塞上 塞 修 塞子 探 辣 言 酒 石器 宿 欧 土 气 土 俗 口 这就比较少 我们台湾人比较少 适的 下一页 来 帖山 帖山也很多 帖 土 汉 洗盘也有 来 汉 盲 右 这下的右上 然后 这老的六上 秀 带 康 康 康 仰 技 姓位的 技 然后 库 然后这双的也很多 手 炒 杀 石 尾 藕 ר 帖 康 水 辈 金 志 这些是不是中国的信式 中国的信式 有没有你的信式没有在里面的 有吗 那这样子应该都知道自己的姓氏怎么念 回家练习一下好吗 下次那个高级班的时候 我会教你们怎么做自我介绍 好吗 想不想来学自我介绍 想那等一下赶快去报名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 要跟老师说什么 你们要讲